大家好 今天要各位介紹的是 東元新一代的跟隨服務型機器人 那跟前一代移動平台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不需要針對整個服務的場域 去做全域的劍圖 那它應用的技術呢 是我們新開發了一個視覺AI辨識的技術 那在操作介面上也非常簡單 是一件事的操作 那這一個機台呢 我們現在有三種尺寸 那包含100公斤的負重 300公斤跟400公斤的負重 那這一個平台呢 在上面我們可以根據整個場域的應用 去搭配上面的服務 那這個服務以今天看到的 是應用宅配通的保冷箱 所做的一個販售台 可以跟著工作人員來移動 把手騰出來去服務我們的客人 在工廠呢也可以是用頂身機構 跟著工作人員 讓他的手騰出來去做更細部的工作這樣子 我可以看看 你還是要做文之重 那我會做文化 就是讓人參與 更細部的品質 你 creeme